大家好,各位聽眾朋友,歡迎回來今天孖八週一版國際大棋局的第二節 進入節目之前,肯定大家我們兩個台都要支持 因為現在我們就是最艱難的時期,在奮鬥 這一刻很需要大家的支持,我們一起捱過這一關 所以聽到我們的呼籲,就一定要支持我們 其次我們現在也盡量加強Patreon,以至我們一些節目 我們也盡量去找一些新的路向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一些問卷,都幫幫忙,填一填,表達一下意見 現在這一刻,其實最重要是大家支持 例如大家很簡單,當你們聽直播節目,有時聽六七個小時 你們完全不放,只有一個聽字 讚都不給的,讚都不給的 其實這一節目一直做不到 因為現在在Youtube,暫時我們沒有收益的 所以很淒涼的情況,就要大家用心去守護 好了,剛才那一節,台長就說了這個 藉著佩洛西和他先生,現在被指他們是一些在香港 有很多的資產,甚至乎亞洲有很多的資產 也都說了一些,其實在說一些大家族 以及例如羅富提家族 其實他本身是在世界各地,直近了很久 甚至乎我們形容,他就是一盤棋 他不是那個棋盤 他才是世界大棋局 他才是國際大棋局 是啊,他是那張桌子 他是托著盤棋那張桌子 而我們在裡面,我們在那裡捉棋 但是說到最後,你動搖的棋盤也很難 你還要動搖的桌子就很難 甚至乎,可能是你這個所謂的政權 你的政權,之前他已經是在 已經很根深替過歷史 你爺哥,爺哥,爺都可能跟他們打交道 所以呢,剛剛過了一節,那個養份是很高的 我希望各位聽眾,如果你說聽完一次,不夠喉 可以真的聽多一次 聽一下台長剛才的分析,那個分度 因為我絕對這樣說 由剛才台長說的角度 那個角度,不是那麼多外面的網台可以給到來的 這件事也不是吹水的 因為好像我們說的那些宴會 香港好,澳門好,我們親自參與過的 說到那些人是我們親自去交流,去接觸 那些人是真真正正確實存在的 不是說吹出來的所有事情 所以有很多事情,這個世界 我相信大家隨著現在的時代 越來越不穩定 政局也好,各類型的事情也好 其實大家應該透過我們節目 更加了解這個世界的真相 好了,台長,今天回來 有些題目,我相信你也要找期票 昨天第二節,因為說聲不好意思 我完全不行,我陷了昏迷 所以完全有很多事情,本應昨天說的 那就要放到今天 台長,交支位給你了 好,剛才說了有些香港的小粉紅團隊 衝出來衝出來,現在 連國務院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現在都衝出來 這個衝的就是一個華春瑩 這件事已經洗一板了 如果我們去說 只不過是重複坊間的那些 嘲笑,但是沒辦法 因為現在這個 全世界都在笑著它 所以不差我們一份 那怎麼樣呢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 昨天 在Twitter上發文 用英文,台北市 有很多間的山東餃子店 和山西的麵館 那就是說 台灣人亡不料祖國的味道 因此台灣失散了多年的孩子 失散了多年 自不然要回到這個母親的懷好 他又數了 他說現在台北市 在山東餃子館有38家 山西的麵館有67家 那味道是不會作弊 台灣一直是中國一部份 最足表明台灣失散了的閒子 終將回家 被人笑得媽媽都不認得 但是還沒說這個之前 也有另外一個人拆了 這位是Pink Floyd的主要成員 Rodger Waters 當然有些聽眾在這裡 都不知道Pink Floyd是什麼 但是對於我們那代人來說 對於我們聽這個搖滾音樂的人來說 這個就是神級的一隊團體 尤其是當時有幾隻大劫 第一 我自己聽著 Dark Side of the Moon 月球暗黑的一面 另外一隻就是The Wall 牆 牆可能就比Dark of the Moon更加出名 但是我們就因為早聽 所以我們都是奉這個Dark of the Moon 是一個不能夠不知道 不能夠不聽的一隻大劫 它就說自400年以來 台灣也是中國一部份 所以現在中國軍演 其他人就不要吵 那一出 很多人都很失望 但是我就不會失望 那什麼原因呢 他熟歌犯就是搖滾樂的 無論音樂怎麼好 都不等於你要說政治是好的 之前這位Rodger Waters 都政治上很高調的 又支持巴克斯坦 又反對美國 又說很多東西 這個超出了自己的身份 最好搖滾樂的時候 就是說回搖滾樂的事情 你可以有空做一些抗議活動 但是如果你自己不熟悉的話 你就不要亂說 你亂說之餘 你又不會像那些所謂 流行曲的偶像 你說什麼人都跟著做 可能有些朋友都誤解了 比如說 會不會它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這方面 音樂大家很喜歡 覺得它很厲害 但是聽的人 畢竟年紀都大 就不是年輕 如果你由他們出道到現在 你又聽開 今天年紀好像我們那麼大 所以這幫人 我自己作為一個參照 就不會說什麼都相信 我們已經不是追星的那個年代 所以它說 就有它說 它又不會政治上有什麼影響力 只不過它拆了 所以它拆了 就跟華春元的拆 華春元的拆 華春元真的很拆 為什麼呢 你還用英文寫 是不是 於是台灣那方面 就跟著問一下 喂 除了這個山東之外 有多少日式 韓式 美式的料理店呢 還有意粉 還有披薩 那我就這樣說 我去到台北 其實就知道 喂 台北 當然有這個山東人面 頂泰豐 餃子 你當頂泰豐 小籠包 又是上海 不知道為什麼它沒有提頂泰豐 但是台灣很多土 就是台灣自己本身的特色 那它是鱷仔煎的 是吧 哈哈 這些證明了台灣自己本身有什麼 就是有自己的成物 但是這個陳德利呢 美國的這個前的白宮的發言人呢 都出來和他 都出來恥笑 他說 喂 那麼北京有多少間坎塔基啊 喂 如果這樣計算 應該就是 這個坎塔基就是這個中國的北京的 的祖國 是不是 台長啊 台長 我必須糾正他 嚴正批判 強烈反對 狠德基在唐朝已經有的了 是啊 沒錯 唐朝已經有了 OK 唐朝有人吃就吃狠德基 就是燒雞的 但是我們拿澳門做一個比喻 澳門有多少葡式餐廳啊 哎 哎 台長 哎呀 澳門好像沒有餃子 哎呀 哎呀 澳門好像沒有餃子 哎呀 葡萄華 葡萄華也是中國的 葡萄華也是中國的 葡萄華也是中國人來的 所以那些什麼葡式雞啊 鴨血飯啊 馬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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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派 自己派 你派自己派 你派自己派 監听的人照余实 就是把我们刚才的余实 报告给我 成特首听 喂 高天志不是中国人吗 我真的不知道 喂 虽然他父母 他也是中国人 哈哈哈哈 很大慘 有什么都要这样 社会去到这样 我怎么过活下去 他把大家的朋友又批操 有没有付出的 他把它弄在那裡 但是 甚至少会没什么意思 他是外交部發言人 他当他是不听到 那他在网站里面 他又不理你 他自说自说 但是呢 我們只能用他们现在的发言人 和以前的发言人 以前的发言人 譬如周恩來那一代 甚至遲一點 譬如喬冠華那一代 都是水平很高的 我們怎麼不同意他的意識形態 或者他們那種的政治立場也好 但是你必須要承認那一代人 他們的質素比現在好很多 譬如你看看趙立堅 他出來說的 永遠是皺起這個眉頭的 那件西裝很漂亮 說真的幾皮東西 一定肯定幾皮東西 最座底 但是你穿在他身上 也是皺起的 無論這件衣服多漂亮 都出來也是皺起的 現在華春瑩出來說話也是皺起的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原理很簡單 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水平不夠 中國文學的修養水平不夠 以前的人毛澤東不懂我語 但是他中文的水平好 是不是 就算不跟他同意他的政治立場 或者他是暴君 有多少個暴君能夠寫一首詞出來 你今天還沒有人 真的可以說空前 真的是絕後的 珊瑪去過法國留學 是不是 他表達的時候 全部都很盡永的 以前我看過有幾個場合 比如黑魯尼夫去問他 我出生是無產階級 你出生是資產階級 人家想都不用想 但是我們兩個都背叛了我們原來的階級 黑魯尼夫真的沒有聲音出 又有一個場合 我看過了 尼克遜和基辛格去見毛主席的時候 尼克遜突然無厘頭問了一句 中國有沒有槍技 毛主席很聰明 毛主席也想一想 基鵬飛外長來回答 基鵬飛外長來回答的時候 珊瑪立刻搶答 立刻搶薑 有 在台灣 哇 你真是連銷大膽 華春瑩這些是什麼賊來的呢 你去到這些位置 你真是不可以跟別人同場的 如果對方比較聰明一點 你隨時是啞口的 如果發爛罩 全部發爛罩 就是這件事 是不是 跟著說一些像是非的嘲笑 但是現在被人笑回頭 是不是 美國佬那邊也笑你了 所以你現在是不行的 但是不行之中 我們找出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上最高掌傳的那一班 你現在都缺乏了一個基本的教育 當然你歸根到這也是毛主席造成的 就是文革的時候 大家都不用上課了 是不是 文革這些年輕人就不懂了 當時就是什麼呢 百卷英雄 就是有一個學生 在考試 他不懂得打回這個題目 他就寫 我是無產階級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就是我們要耕拳 所以我們沒有時間讀書 如果你是敢而不娶我 就是不娶陸羅 就是你是階級的壓迫 之類的那樣的話 結果真的要他真的娶陸 他不娶陸羅 那些成績好的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的 過了幾年 那你後來說 十年後 基本上那十年後 全部的大學生都是好像 說名字而已 基本上 那你現在就算是名下畢業 清華 北大 那在那個年代畢業 就是所謂的Vintage 那年那些收成 全部都是這班人來的 那你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就是你純粹是 我說了幾個月 你純粹是靠政治鬥爭出來 你如果不認識其他東西呢 在今時今日是很吃虧的 你最嚴重的就是整個國家一齊跟著你走 是不是 你應該就是 金融你又認識科技 你又認識晶片那些你又認識 因為如果你知了之後 你也知道如果你扔錢下去 我不可以真的收回那個收益回來 那你現在很明顯 你說的名字就扔了一千多二千億人民幣下去 放在那些公司 全部告訴Promise 我們什麼時候收購這個台積電 那接著沒多久 那家公司自己 不是收購台積電 是它自己倒閉 是不是 那家好像叫紫光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 好 今天來到這個火之神 那阿朗哥和登偉我煮了一道 是不是叫台獎的牛扒呢 台獎西亞牛扒 那我要介紹一下這個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 第一樣東西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扒 雞蛋牛扒 那邊有質地腐蝦 還有這道菜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電粉質的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麵豉湯 那這道菜真的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那大家看看 接下來一定要點這道菜 台獎西蘭麥克 多謝大家支持廣角 和支持梁錦翔鋒的實現 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 多謝大家 ! 拜拜